首先看掌型来看是金水结合的掌型 有金人的执行力 也有水人的温柔敏感 掌球来看掌心名堂凹陷 会勤俭持家花钱有度 只是掌色暗置近期的运势比较低迷 从纹路来看 左手是川字掌 30岁之前独立能力强 有主见胆子也比较大 敢闯敢干 右手不是川字掌 生命线跟智慧线慢慢的融合了 说明成家婚姻之后 变得比较保守 比以前保守要谨慎 更有责任心 这也是正常的人生轨迹和过程 左手生命线的横纹比较多 人生的初期比较迷茫 多阻碍 学业受阻 出入社会当中也是困难比较多 而右手的横纹明显是减少 说明成婚之后 人生逐渐明朗 目标也逐渐的明确 困难也会变少 我们看这个智慧线起伏不定 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 智慧线处于波动期 说明这个时机烦心事比较多 心里有苦 无法向亲人开口 压力比较大 那么同时期 生命线也出现这个倒纹 说明现在正经历着困难 会持续两年左右 过了这个坎 后面的日子会好过很多 但是在这个中年45岁左右 事业线出现中断 这个时期呢 事业遇到瓶颈 是调整期 请不吝点赞